还有要关心的就是廉价的交通 春节廉价将到来 玉立分局表示 要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 开跑到2月7号为止 也希望能够守护民众返乡团圆出游平安 期间也将会采取犯罪预防以及增防病重 让治安平稳 春节是重要的节日之一 玉立分局几日起 启动为期15天的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 这项工作执行重点 包括了采取犯罪预防以及维护交通审厂 24小时服务不打烊让民众安心 协助COVID-19 2019冠状病毒疾病防疫等等 本分局至110年12月27日 至111年2月15日元宵节为止 都会绵密的规划各项酒后驾车取缔勤务 来遏止酒驾上路 在维护交通审厂部分 除了在返乡以及收价前 加强交通输出以及管制 并在观光景点菜市场等人潮聚集处 实施交通输导以及服务 对于各家店家也会加强宣导有关代驾 以及直径驾驶的相关观念 玉立分局这个护育驾驶朋友 迎接后切勿驾车 以保障自己其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另外玉立分局也提醒 希望民众全力与警察互助合作 如果遇到不法情绪 主动提供勤资给警察 共创优质并且祥和的年节假期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